前世吉吉里当天,我一眼就像中了斯文的白狐兽人,将冰块脸的黑胶兽人送给了我的丫鬟。 可没想到,小小的丫鬟竟是没落的兽人族公主,白狐也是追随她而来。 她们理由爱河,杀我族人,害我生死。 我耗尽灵力让时光倒流。 这一次,我伸手就指向了脸庞冷峻的黑胶,却没想当天白狐就一反常态地跪在了我门口,求我垂帘。 彼时,我正被黑胶缠住。 她的尾巴连带着两个器官到处探寻。 冰冷的气息喷在我的耳边,霸道又温柔。 阿慈,这种时候不许分心,白狐,我带你不薄,你当真要伙同这个贱逼一起害我吗? 哈哈,小姐,你真搞笑,白狐与我青梅竹马,你觉得她会背叛我吗? 正如我的丫鬟禅之所言,白狐并没有对我手软。 历刃划破我的颈尖时,我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只得到了一句抱歉。 而曾经被我从冰天雪地里来的小丫头,脸上早就没有吸人的单纯天真的容颜。 她笑着削掉了为她带来狐囚的父亲的头颅,一件刺穿亲手教她刺绣的娘亲胸口。 幻化出的蛇尾一扫,所有的族人飞起,掉落,口吐鲜血,接连而亡。 可明明,我们也带她不薄。 从雪地里将她捡来时,她奄奄一息。 等病好后,我父母本来是想把她收作一女的。 是她自己说,感念我的救命之恩,她无以为报,甘愿给我为奴作弊。 最后,我们拗不过她,只好随了她。 但作为奴婢,她享受的从来都是跟我一般无二的待遇。 就连挑选兽人,我也是让她跳,她推脱过后,我才选了白狐兽人。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庄庄渐渐都是她以退为进,只为获取我们的怜悯和信任罢了。 可明明吞并他们种族的是他们的同族,跟我们人族半点关系都没有。 但她却将这一切都算到了我们人族的头上,只为抢夺我们的疆土,为她重建家园。 救命之恩灭族为报,何其冷血和可笑。 我恨自己食人不轻,也恨自己太过圣母心。 好在白狐兽人白福只是杀掉了我肉身,没有灭掉我的元神。 我不知道她是忘了还是故意的,总之,我得以有机会耗尽修为扭转乾坤,让时光回溯到了曾经。 我本想一招回到曾经就缠织的时候,却没想到灵力耗尽。 再睁眼,竟回到了挑选受人的这天。 小姐,那个娇人看得好凶哦,思绪回龙,正是我让缠织挑选,她不挑,却在我看向娇人清冤时,好心,地提醒道。 前世,我被清冤角色清冷的眉眼折服,虽说看着有些巨人于千里之外, 但我心里也思量过,大不了我以后慢慢地捂热她,让她为我展颜。 可谁知道,就是因为缠织的一句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回去看一直没有注意到的白狐白福,虽说眉眼间过分妖媚,但抛去妖艳不说,也算得上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角色。 而且,当我看过去时,她并不像清冤那样沉着脸,反倒是朝我投来一个讨好的表情。 在我们人族的地盘,养兽人跟挑宠物差不多,有这么一个乖巧的,谁还愿意啃硬石头呢? 所以我听了蝉枝的话,转头就选了白狐。 可让我纳闷的是,白狐迟迟不愿跟我缔结契约不说,还不愿意和我接触, 每次要么借口说以自己的灵力还不够做我的气瘦,要么说自己脏,不愿意让我碰。 可笑的是,我前世还当她,这是珍惜我呢? 回想起她最后的那一件,我伸出的手指缓缓地掠过她的脸,定格在了清冤的眼前。 就你了,你可愿意跟我结契? 预料之中的反对没有到来。 清冤抬起的眉眼竟然一反常态,有些惊喜,甚至声音都在发着颤。 不理会一旁目瞪口呆的蝉枝和看着我不知道在思索什么的白服。 我满意地走过去,拉住了清冤的手。 她的手掌宽厚带着脖茧,是常年握兵器才有的样子。 父亲果然没有骗我,这次的寿人非比寻常,若是能顺利灵修,我的修为定然会增长。 小姐,你怎么,我瞧你看了那白虎好几次,想来是你心悦的,我打断了蝉枝的话,继续说道,你知道的,你喜欢的我都不会抢的。 她便赏给你了,说吧,我没有再理会她二人,拉着清冤拜过父亲后就往回走。 却不想脚步还没迈出门,一个白色的人影就挡在了我面前。 为什么?为什么不选我?你明明,我推开下意识挡在我面前的清冤,看着这张前世,我姑且称之为前世让我魂牵梦营的一张脸。 只她一个眼神,我便看出了她也是重生的。 这倒是怪了,我施法回到曾经,按理说回来的只会有我而已,为什么会有她? 阿慈,你是不是,她边说边打量着我的神情,见我并没有什么反应后,眼中的光芒就暗淡了不少。 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喝,狗东西还当我跟前世一样好糊弄呢? 嘖嘖嘖,一个男人生了一副狐媚像,能取悦我的那玩意儿能不能用海良说,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要你? 擦架过时,我轻声说道,声音小道,只有我身边的白服和清冤听得到。 看着白服面如死灰的样子,我心生快意,我其实可以直接杀了他们的,但是我没有,倒不是因为我不忍心,实在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们了。 我要让他们活着,活着看到我如何将他们踩到脚下,如何毁灭他们的计划,如何让他们反目成仇,如何让他们互相残杀。 本来最后两个我还有些犹豫的,但此刻,看到白服也是重生的后,我的胜算就又多了几分。 毕竟,他看着我的眼里可是有愧疚和情谊啊。 可是俗话说得好,迟来的深情比草剑,他如今这般,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他。 回到住处后,我就放开了清冤的手,指了指一旁的屋子。 那一排你,可以随便挑间自己喜欢的住,记忆中。 因为清冤也是个能力超群的主,因为遭同族暗害,落入了贩售人的陷阱里,被跌跌又挑回府里。 他身上虽被下了禁锢,但凶起来也是很厉害的。 我还记得,前世禅之为了能跟他灵修,费了好多心思。 唯一一次哄骗着让他喝下了龙蛇蓝酒,令他受信大发那回,非但没有成功不说,还差点为了因为酒王化身娇身的清冤负重。 自此之后,禅之就不敢靠近他了,任由他自己冲破禁锢,逃离了人族。 我被被刺时,正好听说他回到自己的家族大杀四方,夺下了族长的位置。 所以重来一时,我自然也是以为他不愿意被触碰的。 可谁曾想,我刚要回房间,袖子就被拽住了。 我的能用? 他脸旁冷峻,跟说出的话完全不搭边。 我愣了一会儿才回到,什么? 我说,我的,他垂目扫过身下,俊逸的脸染上了飞红,可以用,我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见他神色十分认真地看向我,你愿意吗? 我的目光从他的脸扫到他的下半身,没出息地咽了口口水。 我虽然没说话,但行动已经有了证明。 下一秒,一阵天旋地转,我就被他带进了屋里。 有什么东西扫过,关上了房门。 我定睛一看,好家伙是一条很粗的尾巴,而在接近尾部的地方。 两个粉色的东西,争前恐后地探出头来。 我正看得入迷。 忽然,一只骨节分明的手,遮住了我的眼睛。 别看,很丑,不,不脏。 我仓皇别开眼,两世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画面。 心跳加速之外,还忍不住想再看一看。 听说,蛇的东西比人类多。 黑胶虽然接近画龙,但也跟蛇是近亲,有一样的物实不奇怪。 只是粉粉嫩嫩的,还挺可爱。 跟他说的丑,一点都不搭边。 阿慈,你怕吗? 他俯身在我的耳边,吐气如蓝。 我汗毛都竖了起来,但不是怕的,而是太过敏感。 不怕,我轻声答,甚至心里还有些雀跃。 人族虽说是人,但因为生下来就是人, 所以修炼起来要比生下来是兽,在修炼成人的兽人要厉害得多。 什么样的妖魔鬼怪我都见过,更何况一条黑得发亮的胶尾。 我说吧,伸手摸上他的鳞片,一片片,冰冷且坚硬。 我不合时宜地想,这要是弄几片做护警, 饶是白服前世,是用玄铁来割我的喉,都不一定会成功。 我分神间,清冤的尾巴已经钻进我的衣摆。 冰冷的感觉让我在这炎炎夏日中感觉到无比的畅快, 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窥叹。 可就在这时,门外却传来咚的一声响。 紧接着,讨厌的声音就从门缝里钻了进来。 阿慈,是我,我文言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都中活一世,从头开始了,我哪知道你是谁。 结果就听白服继续说道,阿慈,你也回来了对不对? 你在怪我是不是? 我,我难道不该吗? 阿慈,我错了,你走之后我就悔悟了, 但是我下不去手为你报仇,所以我就追随你而来。 这一次,我不会让之前发生过的事再发生了,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白服说得极隐晦,想必是担心隔墙有耳。 要不是我经历过,我也听不懂。 只是听懂了又能怎样,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有清冤这朵高岭之花在前,一切都是云烟。 阿慈,你不要跟他,我我可以的, 我文言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探出头去。 长袖一挥,门已经变得透明。 外面的人一身白衣,比值得跪在门外,面色潮红, 不知道想到什么肮脏的事情。 我觉得甚是可笑。 前世,他未缠织手结,到死别说亲嘴了, 就连手都没拉过一下。 这一事倒好,主动送上门来了。 更见了,我更加瞧不上了。 想着,我正准备开口,突然就被人搬正了头。 阿慈,这种时候不许分心,不等我回答, 狂风咒语一样的稳落了下来。 明明是个冷血动物,纯雀烫得吓人。 他一路攻城拔寨,尾巴轻松解开我的衣衫, 寸寸掠过我的皮肤,引起一阵战力。 一切水到渠成。 情到浓时,我实在没忍住叫出了声。 别过头时,恰好看到门外跪着的人身体一正。 他似乎想要伸手推门, 可伸出来的手指到一半,就又收了回去。 阿慈,没关系,我可以等你回头的。 此刻的白符,仿佛一个兽气包一样。 一袭白衣的他,倒是十分惹人联系。 可惜,这个联系的人并不是我, 而是躲在暗处,却没逃出我的眼睛的缠织。 他站在树后, 好好的一棵海棠树被他折断了好多树枝。 他激动得双眼通红,却无能为力。 我突然生出动弄的心思。 带一波平息,我轻轻推开清冤, 整理了衣服走了出去。 静止走到白符的面前。 余光看见蝉枝慌乱地躲到了树后面。 我假装没看见,勾起了嘴角。 屈高临下地看着白符。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是将你赏给蝉枝了吗? 怎么,莫非你看不上他? 听到动静的白符脸上露出喜色, 但在听到我说的话后,喜色还是退了下去。 他面露愧疚,阿慈,我的心里只有你, 哈,白符,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难不成你想说对我一见钟情了吗? 我故作不解。 白符仰头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大概是从我眼中再也看不到半点对他的情谊。 他突然泄了气,小声呢喃, 原来,你没回来,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他呢喃过后又自信满满。 阿慈,正如你所言, 我对你一见钟情,我闻言一脸嫌恶。 可是我不喜欢你,我说着往后一躺, 果然稳稳地落入了一个冰冷的怀抱。 清冤的胸膛很硬,嘴唇却很软, 我没忍住仰头清拙了一下, 跪在我面前的白符就握紧了拳头。 怎么,你也想要吗? 那要不要一起来? 我的话成功激怒到了白符, 他满脸失望,拂袖而去。 我本以为这次过后, 他会放弃对我的纠缠, 可我显然低估了他的不要脸。 一日,我和清冤十指紧扣, 在各位组长和爹爹的见证下结了气, 眼瞧着最后一步就要完成时, 白符又跳了出来, 并且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话, 阿慈,可不可以也跟我结气? 我爹文言一脸自豪地摸着胡子, 不等我开口, 他就朝我头来赞许的眼神。 那眼神仿佛在说, 我女儿果然魅力非凡。 接着,他故作深奥地说道, 这一人结两个气寿也不是没有过先例, 不过传闻人家结的是一对寿人夫妻, 你们这,没关系的成主, 我会跟清冤好好相处的,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我跟清冤几乎一同开口。 白符的脸色煞白, 我心中冷笑, 这才哪儿到哪儿, 最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呢。 阿爹, 这白胡寿人眼高于顶, 捧高踩低, 我不喜欢。 他既然不喜欢缠职, 就把他丢回寿人馆吧。 阿辞, 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忍心让我再回那烟渣的地方? 阿辞是你叫的吗? 不过一个低贱的奴隶, 来人, 带下去吧, 我沉申开口, 自始至终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过他。 也自然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话不仅伤到了白符, 同时也伤到了清冤。 不过这是后话, 因为就在我话落之后, 我的好丫鬟馋馋肢就冲了进来, 跪在了我的面前。 小姐, 求你不要将白符送走, 我喜欢他, 我闻眼挑了挑眉, 这倒是个意外之喜。 前世, 馋肢可一直跟白符避嫌呢, 直到最后一刻, 羽衣丰满, 才自爆了两人的关系。 看来, 还是得逼他一把。 傻丫头, 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我佯装关怀, 却并没有伸手去触碰他。 仇恨一旦埋下, 便是深入骨髓, 怎么可能轻易化解? 只不过我深信狡兔三枯, 不到万不得已, 我还是觉得不要打草惊蛇的好。 你是我的身边人, 要什么兽人我给你找不到, 何苦要一个不爱你的呢? 不, 小姐, 我就要他, 我只要他, 你不后悔。 绝不。 文言,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就转身朝我爹爹说道, 既然馋肢如此深情, 那就劳烦各位组长再辛苦一次, 为他们也节气吧。 不要, 馋肢提起了一口气还没放下来, 白符就先开口拒绝了。 看着馋肢摇摇欲坠的身躯, 我都觉得有些可怜。 但意外的是, 钱是因为馋肢做错事, 我罚他不能陪我们出去玩, 白符都要求情半天。 这一次竟然无动于衷, 但我怎么可能如他所愿? 去兽人馆还是留在这里, 和馋肢结气, 你自己选。 最终, 白符还是同意了和馋肢结气, 不过结的却是我偷偷摸摸做了手脚的气。 过程十分艰险, 因为白符他的目光却从未离开过我。 不过好在他只盯着我的脸, 没看我手上的动作。 那幽怨的眼神, 仿佛我是什么复心女一般, 看得让人作呕。 一切尘埃突突落定后, 我也着手调查馋肢的事。 凭着前世的记忆, 我很快就找到了他族人的痕迹。 原来, 他是十年前被白蛇一族吞并的玉蛇族。 听说他们这一族, 最是自命不凡, 明明通体毕绿, 却不叫绿蛇非要叫个玉蛇, 只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份傲慢, 得罪了其他蛇族的不少人。 所有人都不喜欢童族凌驾在自己上面, 哪怕只是个名声。 于是, 几个蛇族对他们进行了围剿, 最后因为白蛇一族实力雄厚, 直接吞并了玉蛇一族。 俯首称臣地收, 不愿追随地死。 总之, 王族除了恰好外出游玩的馋肢, 几乎全盘覆灭。 我承认, 国破家王的他是有那么一点点可怜, 可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抢夺我的家园, 杀我父母, 杀我族人。 好在, 我耗尽灵力, 扭转了乾坤。 这一次, 我绝不会让他如意。 恰好我曾听说, 白蛇族知道逃掉了一个玉蛇族的公主, 已经排了好几拨人在寻找了。 听说大荒到处都翻了个遍, 唯独没有到人族, 来翻一翻。 想来, 是觉得兽人再蠢, 也不会跑到与他们势不两立的人族地盘吧。 说起来, 前世听到这个消息时, 缠织也在场, 似乎当时表情还十分奇怪, 只是我那时候从未怀疑过他, 因此并没有在意。 而这一世, 估摸着日子, 离听到那个消息也不远了。 果然, 在我的期待下, 此后第三天, 我们再次坐到了湖边, 不过前世只有我和缠织, 这一次却多了清冤和白福。 前世白福不愿意让我看出他和缠织之间的关系, 总是避免两人碰面。 清冤更是半点都不想跟缠织有关联, 总将自己关在房间修炼。 我回手看像哼哈二将一样站在我身后的两人, 目光冷冷地定格在了白福的身上。 你好像站错地方了, 没有, 我如今是缠织的气瘦, 缠织是丫鬟, 我也理应同他一般伺候小姐。 他的话落, 缠织放在身侧的手就修得握紧了。 他也是艰难, 都这样了, 脸上还挂着笑容, 我都有些不忍了, 既如此, 以后就别你呀我呀的了, 缠织没有自称奴婢, 是因为我们没拿他当下人。 至于你妈, 还是乖乖自称为奴吧。 是, 奴记下了, 白福轻咬下唇, 一副勾拦做派。 我看一眼就想搂, 好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忍住了。 恰好, 两个婢女从身后的灌木丛后走过, 说的正是玉蛇族公主一事。 带她们走远了些, 我才扶去了茶墨, 开口说道, 那小公主也是可怜, 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死了, 若是没死的话, 肯定要报仇。 你说是吧清冤? 清冤文言点了点头, 目光却扫过了馋枝。 我心里咯噔一下, 莫非她早就知道, 馋枝是玉蛇族公主一事? 不管报不报仇, 只要她敢伤害阿慈, 我一定会将她凝成麻绳。 你要不要这么暴力? 我目光扫过清冤, 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不管是否知道, 总归, 她没有站在我的对立面就好。 只不过, 我坐着她站着的角度, 我抬头看去, 恰好就能看到不该看的地方。 想到她这些时日的折腾, 我的脸就有些烧, 差一点就忘了, 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可就在我回过神, 刚要张口的时候, 白福突然开口说道, 奴也不会让她伤害小姐的, 我十分无语, 甚至有些心疼摇摇欲坠的馋枝。 多可怜的人呀, 国破家王琉璃师所不说, 还要被救爱背叛。 可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蝉枝,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说起来, 我遇见你时, 小姐, 若是蛇族公主伤害你, 我也第一个不会饶恕她, 蝉枝十分心虚, 匆忙打断我的话。 我洋装感动, 我就知道蝉枝对我最好了。 不过白蛇族找御蛇族公主这件事, 我也听说了, 我听说赏金是千年领域呢。 千年领域呀, 可以助我修行一日千里, 要是我能找到御蛇族公主就好了, 我这一招隔山打牛, 为的就是逼蝉枝早点亮出自己的手段。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不过随口一句, 竟然有人放到了心里。 隔天我刚睁眼, 一块上好的, 足足能躺下三个人的淋浴, 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里。 而且看色泽, 说万年都是保守了。 这是…… 阿慈, 喜欢吗? 我刚起身, 一个人影就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在我的惊呼声中, 他将我拦腰抱起, 放到了淋浴床上。 纸着薄纱的我, 竟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凉。 不仅如此, 还有丝丝暖意进入我的身体。 我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了开, 满意地在淋浴床上打滚, 彰显住我的喜爱。 可滚着滚着就光了。 这一次, 清冤没有幻化出尾吧。 他伸手一拉, 我就端坐了起来, 双腿跨在他的两边。 他的指尖一路向上, 所到之处, 皆是振振轻颤。 阿慈, 蝉枝就是灵蛇族公主, 她突然起身抱着我, 脖唇贴在我的耳边。 我全身的欲望退散, 将她推开,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清冤看着我, 她甚至都没有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就老老实实地说了她和蝉枝的过往。 原来, 三百年前, 蛟龙族族长有意和御蛇族结亲, 而族中逝灵的只有她。 族长给她看过画像, 她得以看到过蝉枝的容颜。 我文言, 抬手在她胸口勾勒, 漫不经心地问道, 蝉枝也算绝色, 怎么, 你竟没动心? 我作乱的手被一只大手捂住, 缓缓移到了她的心脏处。 感受着结实的跳跃, 我没忍住捏了捏。 这里, 只有你, 这话, 我爱听, 这几日在淋浴床上修行, 我的修为突飞猛进。 未见其人, 只听脚步声我就能辨别出是谁。 因此, 当我打开门后, 没过一会儿, 果然就看到白福抱着什么东西朝我走来。 她一脸献饱地将东西摆在我面前。 小姐, 这是奴为你寻来的淋浴, 就这么点。 我嘲讽的语气无异于当头给白福泼了一盆冷水。 她的笑容骤然收起, 起先还有些不解, 直到我侧身, 将屋里巨大的淋浴床展现在她的面前。 她不说话了, 泪水蓄满了她的双眼。 紧紧抱着怀里只能放下我屁股的淋浴时, 委屈巴巴地开口, 原来, 小姐早就有了, 那可不, 不只是淋浴床, 还有人, 我勾了勾手, 清冤就贴在了我身后。 这个吃不够的玩意儿, 刚酱酱酱酱酱过没一会儿, 她又直冷起来了。 偏我就吃她这一套, 已经没有和白福斡旋的心思了。 直接关了门, 继续修行。 只不过, 我也没怎么专心。 因为, 我挥手间, 就看到抱着淋浴失魂落魄离开的白福被躲在海棠树下的蝉枝拦住了脚步。 他们俩交换了眼神, 就往外走。 我哪里还有修行的心思, 推开一脸哀怨的清冤后, 引了身形跟了出去。 以我现在的实力, 若是白福身体内没有契约和禁制的话, 或许能察觉到我的行踪。 可如今的她, 显然没有那个能力。 于是我堂而皇之地站在他们的身旁, 听着他们密谋。 而被我荡床扔下的清冤也搭乱着脸跟了上来, 抱着胳膊靠在屏风上, 眼神放在我身上。 直勾勾的, 让我没办法静心。 直到那二人说话, 才换回了我的理智。 白福, 你什么意思? 你对容辞多番讨好也是为了我们的计划吗? 不是, 白福垂手。 缠枝没有想到他连骗自己一下都不愿意, 气得伸出的手指抖个不停。 好啊, 好的很啊, 你忘了你曾经被恶毒的后娘赶出门时, 是谁救的你吗? 我没有, 兔兔白福很快开口, 但又很快接话, 但我已经还清了, 他后面说的话, 声音很小, 以至于缠枝根本就没有听清。 他又问了一遍, 可回答他的却是白福斩钉截铁的话。 总之, 这一次我不会让你伤害到阿慈的, 白福。 缠枝失声尖叫, 你到底怎么了? 竟然会对一个人类的女子这么痴迷, 是他给你用药了对不对? 没有, 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白福似乎在回忆, 眼神中满是爱意。 他会尊重我, 会关心我, 不会嫌恩求报让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你怪我逼你帮我报仇。 缠枝更恼了, 可是我又何曾逼过你, 明明是你自己答应的不是吗? 是, 但是我现在后悔了, 害你族人灭亡的是你们的同族, 你为何要伤害无辜的人族? 真是难得, 众活一世, 我竟然能从白福嘴里听出为我辩解的话。 不过, 谁稀罕呢? 你在说什么? 人族若是无辜, 怎么会有这么多背下了禁锢住他们修行的寿人? 寿人族里也有鲁来的人类, 白福呛声。 缠枝不知是气急了还是被伤透了, 捂着心口连连后退。 白福到底是面露不忍, 上前抓住了他的胳膊, 阻止他摔倒, 却被缠枝成绩投入怀中。 阿福, 我只有你了, 你帮帮我好不好? 吱吱, 放弃吧, 阿慈他们一家对你有救命之恩, 还带你入亲生, 我不稀罕。 阿福, 我可是堂堂灵蛇族的公主啊, 谁稀罕做低贱人类的女儿或者姊妹, 这奴婢也不过是我的缓兵之计。 意识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大了些, 看到了白福皱起了眉头, 缠枝盲又低声哄道, 阿福,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找个别的种族, 我总要有地盘和势力才能复仇, 好, 我去帮你找, 但你要答应我, 不许伤害阿慈和他的家人, 好, 缠枝将头埋在白福的怀中, 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眼中的恨意, 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是打算支开白福, 单独行事了? 过了两天, 白福果然消失了, 因为是缠枝的气瘦, 我也并没有过问, 毕竟我也知道他去干啥了, 同时, 我也开始提防缠枝, 前两天还没有什么异样, 直到他收到白福的一封信后, 就有了动作, 而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是, 白福写的信的内容, 不过眼下我也顾不得那么多, 因为缠枝已经把前世计划提前, 他端着香茶到我门口时, 清冤第一时间就挡在了我的面前, 我没跟他说过我的防备, 但大约是坦诚相待的太多了, 他也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 尽管中活一世, 缠枝作为蛇兽, 对即将化龙的教授, 还是会本能畏惧, 他险些打翻了手里的茶盏, 好不容易吻吓神, 越过清冤将茶端到我面前时, 面色已经没办法恢复到自然, 但我假装没有看见, 接过他的茶仰头喝了一口, 缠枝见状松了一口气, 偷瞟了一眼立在一旁的清冤, 小姐, 我听说清冤要闭关了, 对啊, 刚交代完, 正准备去呢, 说不定此次出关就能化身黑龙了呢, 说起清冤, 我还是心生欢喜的, 毕竟前世今生, 他都从未与我为敌, 不仅如此, 他这一世还站到了我的身边, 不过听了我的话得缠枝却不怎么高兴, 他的演技也实在拙劣, 笑不达眼底的极度冥惶惶的, 小姐真是结了一个好兽人, 不像我的兽人, 都不知道溜哪里去了, 放心吧, 只要你在这儿, 他总会回来的, 我一语双关, 缠枝因为想着其他, 并没有察觉到我的想法, 又寒暄了两句后, 他畏手畏尾地出了门, 几乎他前脚刚关上房门, 清冤就冲了过来, 将双手放在我的身上, 开始打算输送灵力, 对我抬手阻止, 放心吧, 没把握的是我不会做的, 笑话, 重活一世, 我可不会以身涉险的, 前世, 缠枝可以要倒我, 那是因为我修为低下, 平治不前, 而这一世, 前有何清渊这等上等受人交的灵修, 后有日日躺在灵域床上滋润, 我的修为早就突飞猛进, 前世的我, 便是能分身出百个, 也不及我现在分好, 所以我压根就不担心, 缠枝给我下药, 更何况, 我还有其他准备, 我会早点突破的, 你等着我, 清渊恋恋不舍地毙了关, 看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我心里觉得奇怪, 按理说, 节气是会让受人行为受到限制, 没办法离气人太远, 却并不能使受人对气人情根深重, 可清渊对我的感情, 就来得十分莫名其妙, 没有底线的宠溺, 就好像前世白服对缠枝一样, 我不由自主地想, 莫非我也曾对她有过救命之恩, 不过, 现实是容不得我多想的, 清渊走后不过三个时辰, 缠枝就偷溜进了我的房间, 我早就察觉到了她的动静, 已经率先装作昏睡, 她满意地围着我转圈, 诉说着自己折服的艰辛, 甚至还要改变计划, 对我先下手为快, 可惜, 她实在操之过急, 被我钳制住后, 她还有些不可思议, 怎么会, 你怎么, 蠢货, 御蛇族有你这样的公主也是他们的不幸, 你以为我还是曾经那个我吗? 难道你不知道, 我屁股底下坐的淋浴床是干嘛的吗? 你是说, 你的修为, 缠之满脸不甘, 我满脸怒意, 但气的不是她, 而是我自己, 前世我被白福蒙蔽, 一心只想跟她双宿双飞, 竟然将所有族人和自己的小命, 交代在了这么一个蠢货身上, 想想就觉得气人, 果然, 男人是女人搞事业的绊脚石, 容辞, 你少得意, 我对白福有救命针, 你要是敢动我一下, 她必定举全族之力来为我报仇, 缠之还没搞清楚状况, 骂骂咧咧的, 我掏了掏耳朵, 你想的, 大概不会实现了, 因为早在我偷窥到白福给她的信件后, 我就将白福的计划飞书告诉了她后娘, 谁能想到她会拿自己的族人开刀, 竟然想要将自己的地盘拱手相让给缠之, 真真是痴情, 不过不出意外的话, 此刻她已经在狐足的地牢中了, 想必她那位手段很辣, 短短百年, 坐上狐足组长的后娘, 面对着唯一的竞争对手, 也绝不会手软, 不过已经与我无关, 我也没有杀缠之, 而是将她送到了白蛇族, 听说新任白蛇组长之所以找玉蛇族公主, 就是为了在白蛇族立威, 而这种威不是杀意警百, 而是将捉来的人当作她的禁篮, 日日折磨取乐, 我还听说白蛇族组长的秘密洞穴里, 求着各种各样的女子, 其中还包含人类, 那我可不得给她送份大礼, 这样的杂碎, 怎么配继续活下来祸害别人呢? 于是我趁缠之不备, 激晕了她, 将东西放到了她的内里, 果然, 在送走缠枝的三天后, 我探听到了白蛇族组长 被玉蛇族公主暗害的消息, 我满意地喝了一口茶, 我也是好心, 还帮她报了仇, 不过身带剧毒的人, 又怎么能独善其身? 想必她余下的日子, 也只能慢慢被毒素折磨死, 说起来, 我还是心软, 前世, 她可是灭了我一个族的人, 而我, 却仅仅是要了她的命, 算了, 就这样吧, 我的大仇也算是报了, 接下来就是清冤了, 她是三天后冲破的禁制, 并且化身成黑龙, 当她盘旋在天空中时, 一个城的人都沸腾了, 不过不是高兴, 而是恐慌, 他们以为清冤要报仇, 要吃了他们, 可没想到的是, 清冤却静止冲入了我的房中, 二话不说, 就用尾巴勾起我, 将我放到了她的头顶, 于是我抓着她的龙脚, 她带着我绕着城飞行了几圈, 才又将我放回到院子里, 阿慈, 对不起, 我在冲破禁制的时候, 也冲散了我们的契约, 没关系, 我摆手, 我感觉到了, 你会生气吗? 她问, 我还是摆手, 但心里却是生气的, 她不想做我的气兽, 就意味着她不想跟我在一起, 阿慈, 等我, 我会向你证明, 即便没有契约, 你也是我的唯一, 我要用一族违聘, 让你做我的妻子, 而不是如今的契约关系, 我不想做微不足道的气兽, 我文言被惊到, 没想到之前, 枪白服食无心的话被她听了进去, 怪不得她要冲破契约呢, 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 千百年来, 这还是第一次有兽人想要娶人类, 并且, 这个人类竟然也不排斥, 阿慈, 其实我们见过的, 清冤临走前又说, 我忍不住调侃, 莫非我对你有什么救命争, 我本是玩笑话, 没想到她还真的点了点头, 你忘了, 十年前, 响水村的泥潭里, 你曾经捞出过一条伤痕累累的黑蛇, 我仔细思索着她的话, 突然一个血肉外翻, 鳞片缺失, 头顶长着小脚的黑蛇, 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还记得那时候我是刚出城历练, 为了就条小蛇, 差点被泥潭里的巨额吃掉, 没想到啊, 还真的有救命争, 原来啊, 缘分还真是天注定, 清冤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留下一句等我, 我就等了三年, 彼时, 父亲见我修为精进, 已经将城主的位置传给了我, 带着母亲去四海八荒游玩了, 城中的事物太多, 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有偶尔闲暇时, 才记得有人, 啊不, 有条龙给了我承诺, 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我开始怀疑, 是不是龙族的兽人会更加貌美, 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我这个人类, 直到三年后的某天, 我被养醒, 就见一个俊美的公子站在我的床头, 见眉心目, 墨发金冠, 一袭黑衣, 黑衣的下摆却不见腿, 而是一条黑得发亮的龙尾, 而那毛茸茸的尾尖, 正不要脸地扫着我的脚心, 痒得我没忍住, 扑进了他的怀里, 发狠地捏遍他的全身, 而在我们成亲的第二个年头, 我们有了一孩子, 一个生下来就是龙的孩子, 那孩子调皮, 总是四处游玩, 有一次, 竟然叼了一只死狐狸扔到了我的房里, 我左看看, 又看看, 这遍体鳞伤的白狐总让我觉得熟悉, 不过大概是又怀上了的缘故吧, 我现在脑子不大灵光, 根本想不起是谁, 就让我而叼出去, 扔到了白蛇族的某一处洞穴里, 听说那里关着的灵蛇族公主, 最爱毛茸茸的东西了, 全文完, ex獰鱼适为了有多均论的一个手指的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